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闹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 无奈之下负责二人只能乘地铁回家 但意外又出现了 他们乘坐的地铁出现了故障 突然停了下来 车上的乘客瞬间恐慌了起来 旅程务员尽力的安抚着大家的情绪 好像最后有机无险 大家全部顺利的从故障地铁里下来了 然而当他们朝着地铁出口走时 上面冒出的蓝光吸引了他们 好奇的乘客纷纷取取为观 最终看到蓝光的乘客 全部被控制了大脑 就连约翰的儿子也没能幸免 为了救出儿子 约翰开始调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这蓝光是外星飞船射出来的 这些外星人利用人类的好奇心 用蓝光控制他们 接着人类迅速做出反应 为了消灭入侵的外星人 他们运用了各种高科技武器 可并没有什么效果 外星人还是大量的派兵 在地面上搜索抓捕剩余的人类 就连约翰一星人最终也没得逃过一劫 都被吸到了外星飞船里 外星人抓到人类后 立刻驱走了他们的大脑 以用来装备自己的部队 可就在他们准备对约翰下手时 一个不同于其他外星人的外星人出现了 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他不仅没有杀约翰 还帮助他解决掉了其他很多外星人 后来约翰知道 这人根本不受飞船的控制 他有自己的意识 这次拯救自己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帮助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红颖外星人 他的女友也在飞船里 并且快要生产了 他害怕自己这外星人的模样吓到女友 所以他希望约翰能够帮自己把女友带出去 答应了后 约翰费极心思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他的女友 但此时的他已经快要生产 根本没法继续走路了 最终在约翰的帮助下 女友剩下了一个女孩 而自己却永远闭上眼睛 为了能够救出自己的孩子 红颖外星人准备帮助约翰和几个人类一起逃出去 而自己却和飞船来了个同归于尽 飞船炸毁以后 里面的东西四处飞散 这边两个侥幸没被抓走的人 在河边捡到了一个怪蛋 出于好奇 他们准备带过去研究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怪蛋其实是外星人的蓝光武器 路上他们遇到了逃出的约翰一星人 而约翰换一个小女孩 因为受到外星元素的影响 已经长得很大了 就在这时一个坏消息传了过来 外星人的飞船自动恢复了 海线不断的发出蓝光控制人类 后来几人达成一支异箭 结成了联盟 共同对抗外星人 回到住所 他们请了一个科学家 研究了小女孩快速生长的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 小女孩的血液非常特殊 不仅可以促使机体快速生长 还可以让人类免医外星人的蓝光控制 知道了这个情况后 约翰立刻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把这个小女孩的血液 打进那个怪弹中 然后把怪弹扔进外星人的蓝光发射器中 这样射出来的光就可以接触人类的控制了 说干就干 约翰按照预想开始行动了 可就在他把怪弹扔进去的时候 一个外星人出现阻止了他 好像有另一个 会是给意识的外星人帮助 约翰的计划就得以实施 而这个外星人不是别人 正是记的儿子 在负责二人共同努力下 他们解决掉了终极大boss 炸毁了飞船 并且成功解除了对人类的控制 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 全篇结束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了 我是小莫